哈啰 新MSN的朋友你们好 你是谁 我是郭书贤啦 你又是谁 我是徐美珍啦 Katy啦 我们在心里面呢 我的名字叫林慧贤 她是Katy 对 那我是一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我是一名小记者变著名设计师 变著名也是因为我帮你吗 是吗 其实是靠我的实力 嗯 没有啦有时候私底下可能我会grumble 会哎呀这样 哎呀她就会讲 哎呀你一直在那边grumble什么 gru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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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咯 就是这样咯 因为女人 毕竟女人在一起工作 一定会有她的那个PMS的时候 然后我也是会grumble 偶尔会啦 那要彼此grumble grumble一下就算了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场景 因为我很累 然后我在睡觉 然后她看到 谁在睡觉 哎呦起来了 睡什么睡 就会这样讲我咯 你看人家休息都不行 对 我不让她休息 因为我度计有没有的休息 每场戏都有我啊 她有的睡觉我没有 你看 风水轮流转嘛 有时候你很多戏 有时候我很多戏 对不对 那倒是很爽 我很多戏的时候她更爽 她不是在场景睡觉 她是在家睡觉 家里睡觉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对baby都还好 还好啦 因为可能baby那段时间还小 然后发芽 你知道baby发芽很辛苦的 她又会发点发烧 然后会发点小脾气 然后因为我们拍戏的时间 其实她比较辛苦啦 很长 她该睡觉的时候 又没有得给她睡 对 该喝奶的时候又不给她喝 然后有时候我还说睡到一般 要把她叫醒 因为那场次需要她 然后本来她不需要哭的 可是因为室里面要她哭 然后就要把她弄哭 你看我们是不是在折磨她 很可怜 sorry啦 萱萱 我auntie Cynthia跟auntie Anne都很爱你的 sorry啦 sorry 其实是你妈咪不爱你 因为你妈咪只要找你来拍戏 哈哈哈哈 没有啦开玩笑啦 其实萱萱她到后期很好玩 她发芽的那个时间 那段时间过了之后呢 她就开始 而且也跟我们很熟了 所以她就开始 哇一直笑啊 很bubbly 唯一一个人她不喜欢 就是 每次看到她就哭了 在戏里面卷头发 她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个uncle 头发是卷的 uncle uncle 头发不应该是卷的吗 应该是auntie才是卷的吗 对不对 然后她又不笑又 话又少喔 又不逗她好开心 那就是谁呢 然后整天要强吻她 对 哎呀 怪不得每次萱萱看到她就哭 对喔 那个人是谁 715 就是咯 哎呀 萱萱不能碰好她 你看 多帅的男人萱萱看了都哭了 对 没有办法 对可能是内头卷发 对对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玉武一抱她她就哭了 现在其实不管她是不是卷发 现在玉武执发她也是哭 她认味道认味道 她不喜欢 不会啊 不会啊 自从我跟小孩子一直拍戏之后就不会 我觉得当妈妈其实会让我想到真的是很伟大 因为 嗯 你看她的爷爷奶奶每天要带她来拍戏耶 对那是一定的 会觉得说 呃 很辛苦她们啊 对 然后 7个月 呃 什么都不知道 还很小 然后 最近 最近我的朋友Ajimi 刚刚生孩子 你看她说 哇 她就讲一句 my day starts at 8pm always 因为她们要吃喂奶啊 放尿布啊之类 所以可见当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 当父母就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看她们那么辛苦 我们有时候也要帮 也要帮忙她照顾我 就是红一红红红红 不过也很难 因为那个时候她还在认人啊 对 她跟我们 嗯太小了 不过现在就比较好玩一点 不过你会被想到当妈妈 不会啊 我刚才说的不会 你会啊 我还没有 随 随缘啦随缘啦 有就有咯 其实顺其自然啊 有就有啦 没有就算了咯 那借人家的来玩玩一下就算了 玩玩玩 丢回给她们就算了 我玩够了啦 我哥哥姐她们还有一堆 我还玩不够啦 要找几个人的baby来玩玩 请记得收看 三个女人一个宝 六月九号开始 星期一至五 晚上九点 记得收看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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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